自打今年3月份吴佩慈的未婚夫纪小波,被网友拍到偷偷与网红携手逛街之后,外界也是相当看重吴佩慈本人的看法。 毕竟对已经为纪小波生了三个小孩的吴佩慈来说,接下来他的态度会决定两人感情的最终走向。 不过,让人疑惑的是,即使媒体如何大肆报道,吴佩慈都像是两耳不听窗外事似的。 而且,在这些时间里,吴佩慈马上就独自跑到了丹麦散心,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更新社交动态的他,保揽了数个丹麦著名的景点的他,在4月初的时候,都已经游到了丹麦最大的岛屿西兰岛上了。 虽然在大多数网友眼里,吴佩慈过的岁月静好,但各种酸出他也有体会吧。 在旅游途中,吴佩慈就经历过意外摔倒,但最后的结果,却只能独自去医院治疗。 这样的日子,一直持续到了4月7日。 当天,吴佩慈也是更新动态,表示自己准备回家,甚至也表达了终于回家的开心心情。 而当时,就有网友表示疑惑,吴佩慈这是旅游完了,还是跟被婚夫纪小波的感情迎来利好消息。 就当外界都误以为吴佩慈跟纪小波在传好消息时,却意外地迎来了哑伙局面。 在吴佩慈到家后的这段时间里,吴佩慈仅仅更新过两次动态,分别是见闺蜜和晒穿搭,而最后一次更新时间,也是终止在4月13日。 这一点也是相当反常,毕竟看看以往吴佩慈就知道,更新社交动态早已成了他密不可分的生活习惯了。 而在近日,在时隔半个月,吴佩慈终于更新了最新的社交动态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吴佩慈竟然再次踏上了旅游的行程。 并且从定位来看,他已经到达了英国伦敦的某家著名三星级餐厅了,或许在热衷旅游的同好人士眼中,吴佩慈的行程也属于正常。 旅游完了回一趟家,稍微休息一下,再开启下一程也无可厚非。 但实际上,稍微细心一点的网友就能发现,吴佩慈上月刚从丹麦返家,如今去的地点却是英国伦敦。 而英国就在丹麦的隔壁,从正常人角度来看,这样的行程安排显然有备常理,毕竟从丹麦飞到香港要超过12个小时,而从丹麦飞往伦敦仅仅一个小时足矣,显然在吴佩慈原本的旅行计划中,是包括了这两个国家在内的裁队。 吴佩慈突然停更社交平台,在时隔不足一月后,离家继续旅行行程,其中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吴佩慈突然中断旅行开心返家呢?又是什么原因让吴佩慈又恢复行程,再次独自出门散心呢?或许唯一的解释,大概就是有着未婚夫纪小波的原因在内了吧。